嘿大家好,这里是视频大拍 但我是Tully 今天的视频是一期vlog 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日常 聊一下天而已 如果想看干货视频的话 这期视频没有干货 你可以关视频了 今天来到了惠州 主要是来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越野比赛 的确是好像就都没有录过vlog了 所以今天呢 就坐下来跟大家聊一下 聊一下我们的频道 聊一下最近的计划和我的情况 那这个视频呢 更适合我们的老观众来观看 我近期的主要的时间呢 都花在了开发一款 前期拍摄多人协同创作的 一个工具和微信小程序 我们之前开发的大拍档剪辑助手呢 它主要是用于 你把视频拍好了 然后到后期去进行剪辑的时候 能够给你提供一些帮助 那我们现在在做的呢 就是视频前期拍摄的 那这个项目呢 其实已经写了非常的久了 大概写了半年了吧 而且都是我一个人在开发 一个人在去写这个程序 那我们的同事呢 他们在做其他的事情 然后之前大家在节目里面 看到的那个电控的旋转云台 以及之前给大家演示过 一下的一个稳定器盒子呢 这两个东西呢 都是在找厂家 再去改进我们之间的设计 那已经在做了 那这些事情呢 其实我也是要参与到里面去的 所以又要开发软件 又要给大家录视频 还要去管这些事情 其实是有点分身乏术 是比较累的 虽然我没有录那么多视频呢 但是呢我还是在服务于 这一个粉丝群体 都在服务于影视创作这个行业 以前呢是做内容 现在呢是做软件和做硬件 总之就是要给大家提供便利 提供工具 给大家录了那么多期的视频 我想在大家的印象里 我是一个比较积极乐观 比较正能量的一个人 在实际生活中呢 虽然我不是那么的外向 但是呢我也算是一个意志力比较强的一个人吧 但是就在前几天 我居然进入了一种轻度抑郁的状态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这种情绪上的大的波动 主要的原因呢是工作频道以及身体健康问题方面 各种问题汇聚在一起 产生的连锁反应 导致我连续三天都是没没办法睡觉的 然后白天呢就头非常的痛 情绪和精神状态呢就有了很大的问题 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呢 我才觉得以前的什么摔一下 身体的一些小病感冒发烧或者是一些疼痛 完全都不是事 精神上出了问题 那才是最可怕的 那时候我的精神状态非常的凌乱 然后也会反问自己 我这样重复的生活是为了干嘛 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我现在的感悟是 什么理想事业金钱爱情 这些都是一个零 只有身体健康呢才是那个一 当你的身体健康为零的时候呢 前面的那些零呢 其实都没有任何意义 总的来说还是个零 只有当你的身体健康的时候 你再加上这些零呢 它才会有意义 所以在创业最初的时候 我加班加点进入忘我的工作状态 然后作息非常的混乱 经常的熬夜 然后损坏了身体健康 然后日积月累 那现在想起来其实是非常不划算的 最近的睡不着呢 都是由焦虑引起的 如果能够再重新选择一次的话 我肯定那个时候就不会选择来深圳来创业了 真的是太难了 年轻的时候我觉得人总是会有一种自命不凡 自以为是的这种情绪 总觉得老子就是牛逼 就是可以干出一些很不一样的事情出来 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呢 去改变一些事情 甚至是做到阶级跨越 但是哪有那么容易啊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能在深圳买得起房子吗 全部靠自己能在深圳买得起房子吗 能定居吗 现在深圳的房价均价都是七八万 即便是我所在的最便宜的平山区 现在都是四万块钱了 但就在这么高的房价下 但总感觉这房子不缺卖 买的人还是非常非常多 这个时候就会反问自己 是我自己不够努力呢 还是自己太笨了太太蠢了呢 为什么感觉别人都比我厉害 他们轻轻松松就可以在深圳买一套房 就可以轻轻松松在深圳定居下来 就产生了自我怀疑 而那些焦虑的点呢 是不管你自己怎么努力 你都够不到的时候 你就想要去躺平了 但是呢我个人的性格呢 我又是不愿意躺平的 那就在这种状态中很纠结很焦虑 多说三十二历 我今年也三十岁了 三十岁的时候应该是成立家庭 然后事业有成 但是呢事业也没起来 然后家庭也是更不可能的 能不能顺利的留在深圳 都还是一个问题呢 然后创业的时候呢 资金也是非常有限 所以为了省钱 我们最开始呢 是在深圳的南山区那边 可以说是物价房价超贵 当时为了省钱嘛 我就租的是最便宜的 一千两百块钱那种小隔间 那那个房间住的真的是太压抑了 因为可能五六平米的样子 然后里面呢就非常小 没有窗户 最关键的是它一点都不隔音 就导致晚上隔壁 还有很多人在打电话 或者走廊里有很大的声音 晚上就很难入睡 当时在南山区的办公室的房租 一个月都是一万块钱 所以为了省钱呢 我们就搬到现在搬到了深圳的平山区 就是非常偏远的一个地方了 然后我呢 住在平山区的城中村的农民房 可以说是非常的破的一个地方 不过还好 它的房租呢非常便宜 在深圳你能花300块钱 住在一个单间 带一个厕所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了 那我刚搬进去呢 是非常破 后面经过我的一番改造之后呢 看上去终于舒服一点了 那以后有机会呢 给大家做一个room tour 看一下我在深圳用300块钱 能住什么样的房子 我现在呢 已经完全从那种 轻度抑郁焦虑和失落的情绪中呢 走出来了 所以接下来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做到的 我想很多年轻人 可能在人生中 肯定有一些不顺利的时候 或者是遇到瓶颈的时候 首先焦虑都是对比出来的 现在的互联网呢 把这种对比呢 又无限的放大了 那家里每个月给我的零花钱的额度是六位书 你父母最后陆续给了你多少这个启动资金啊 也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多 可能有隔六七百万 也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多 可能有隔六七百万 你在网上总能看到别人都过得怎么样 你看那小红书里面的这些都是名媛 然后知乎上人均月薪两万 各个都是精英 就互联网呢 总能给大家带来一种错觉 就感觉人人都过得很高 大上都很高级 而对比自己的生活呢 就感觉惨的一批 整个看到的东西呢 都是浮躁的 都是虚荣的 这个时候生活中难免就会产生一些焦虑 因为这些焦虑呢 就是对比出来的 就会发现自己怎么过得这么惨 但是如果换一个思维 想一想 那很多年前 其实人没有互联网 没有去对比的时候 即便是过得比较苦 但是也是可以满足的 其实生活都是自己的 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只要自己满足了 他其实没有对比的话 是可以很幸福的 就没有那些焦虑了 所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去对比 即便是要去对比的话 那你就反向操作一下嘛 你就不要去看网上 你就下班的路上 回家的路上 看一下路边摆摊的 卖煎饼的大妈 卖小杂货 卖一些袜子 手机贴摸的那些大哥 你想一下你自己坐在那 把你换成他一天 在那一天都在那贴摸 那其实对比一下 你自己觉得 这才是真正的真实生活 不是每一个人 都是过得那么高大上 其实大家都是 在努力的过日子 其实就可以了 第二个方法 就是保持专注 专注的去解决 工作上的问题 专注的去做一些小事情 甚至是专注的 去做一份丰盛的晚餐 因为当我们在进入 专注的状态的时候呢 生活就不那么无聊了 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的情绪啊 都抛到一边去啊 都是专心的 做好当前的这个事情 其实玩游戏 没有什么意义 但为什么那么多人 都会去玩游戏呢 因为在玩游戏呢 我们需要时刻的 保持专注 即便是玩俄罗斯方块 这样非常无聊的游戏 当你十分专注的时候 想要挑战最高难度的时候 你精神集中 其实也不是那么无聊的 那最后一个方法呢 也是我这两天在做的事情 那就是在我们情绪低落 情绪出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些 新鲜的有趣的事情 去培养一个新的兴趣爱好 或者是去尝试一下 你从来没有尝试过的领域 去学习一个新的技能 当我们在尝试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以前的 这些问题抛开 最关键的是你在体验到这些新的乐趣之后呢 你会发现 其实生活也不是那么的无聊 无趣嘛 还是可以有一些 有趣的事情的 最后还要感谢一下 前几天在我情绪最对落的时候 有一位大学生 观众呢给我做了一次电话的采访 那在这个采访过程中呢 他给了视频大伙当一个极大的肯定 那非常的感谢 那当时可能平时听了没什么 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就感觉很受鼓舞 情绪一下就好了很多 所以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情绪上的问题 可以尝试着多跟其他人沟通吧 多跟身边的人或者是跟朋友 或者是跟你的观众 跟你的粉丝去沟通一下 我觉得会好很多的 太阳下山了 没什么光了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么多吧 全是一些比较唠叨的话 没什么实际上干货的内容 我们的硬件和软件产品都做好了之后呢 特别是软件这一块 我就抽出了很多 就会有很多的时间了 那接下来呢 会努力去给大家做内容的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Bong 我们下期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